1比6的浪克剑星我没等来 我竟然等来了1比12的 这做的也太好了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AT Custom出品 1比12比例浪克剑星电影版双造型 那所谓的双造型就是一个正常版 外加一个重度战存版 浪克剑星电影版是由佐藤健所扮演的 在头条的刻画方面非常的像 圆门斯也是我的好朋友 1比12比例玩具竟然把头发的层次细节 以及脸颊上的伤疤刻画的非常到位 背后的发尾也分别附所了三根 两根为胶件不同走向 而另一根是以直发的形式体现的 我想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根直发的 而剑刀服也十分还原 袖口处做了开刹设计 裤子也还原了重叠的褶皱质感 小腿与脚部做了隐藏式关节 就连草鞋的纹路也有完美的体现 而另外一外的是除了替换手型以外 还有两对一体臂手型 这也是在1比12比例玩具里非常罕见的设计 同时还有握持三色丸子的替换手型 而武器逆刃刀为纯金属材质 所谓的逆刃刀就是刃不开在刀背处 反刃的效果也有很精致的刻画 一体臂的替换方式简单暴力 没什么技巧 一体臂设计在手腕处看不到穿包 而且可以完美体现剑心的经典动作拔刀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重度战损版剑心 相比于正常版 两者除了血质的战损痕迹以外 最大的区别就是头发的刻画 战损版头发的发根处 做出了被血浆浸泡的质感 而在服装 袖口以及一体臂上 也都体现了战损的血质效果 两者的捏刀没有任何区别 这里不多介绍了 而重点要说一下 战损版是缺少三射丸子的配件 浪和献心作为日本漫改最成功的影片 他用热血高燃的打斗场面 以及精彩绝伦的八刀术对决 令无数观众沉浸其中 那么你也是此片的影迷 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